民心惶惶习近平急发电信丸央行大放水遭遇陷阱 寄来国际民退的舆论引发民营企业的忧虑 既官媒连篇磊毒的辟谣之后 27日北京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口表示坚定不移的发展民营经济 虽然习近平喊话要给民企吃电信丸 不过中国经济国际民退的事实不容置疑 学者何清莲表示由于银行去杠杆压力 加大很多民营企业在债务危机 股价下挫 质押爆仓 业绩疲软重压下主动向国企求入股 此外 年初至今中共央行大放水 2.8万亿元分析指中共央行将会遭遇流动性陷阱的挑战 北京时间9月27日 习近平到辽宁考察时在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表示 当局还会毫不动摇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不要国企或搞笑国企的论调 是错误的另外习近平在辽宁中旺集团考察时说 中共中央始终关心民营企业毫不动摇 但继续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对这一点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增强信心 他也对民营企业提出要求 要他们心无旁目为实现当局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做出贡献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虽然习近平喊话要给民企吃定心玩 不过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事实不容质疑 此前曾在国企管理层任职的吴小平发表博文称 民营经济应该逐渐离场 给新型公司混合制经济让位 该文力极先起轩然大波 引发民间对中共又一轮公司合营 抢劫民间财富的恐惧 民企现绝境投入国企怀抱 旅美学者何清莲表示 2015年颁布国有企业改革方案 之前曾在一年前 白发过该方案的征求意见稿 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不赞同 在国有控股的情况 下入股国企王健林 郭广昌 肖建华 宗庆后等人都公开表示过这类意见 到了2017年上半年上述人物除宗庆后之外 基本都因大量海外投资涉及资本外逃 危及金融稳定而遭遇极大压力 肖甚至失去自由 被迫变卖海外资产回国偿债 收拾了这批人 尤其是邓府孙女婿 吴小辉之后 2017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一 二轮国企混改顺利进行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 由于银行去杠杆 压力加大 上市公司纷纷陷入资本困境 很多民营企业在债务危机 股价下挫 质押爆仓 业绩疲软重压下主动向国企求入股 据同花顺问财数据统计 截至今年8月10日 A股 共有331家上市公司发生股权交易 其中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或机构 的占比达35.34% 卷商中国统计 仅9月上半月已 有6家上市公司计划 向国资转让股份 控制权包括郁金刚石 英堂智控 环能科技 宜亚通 孟晚集团 华 英农业值得注意的是 在国资作为受让方的股权转让中 超过58.06%的转让方式 为无常转让或行政化波 北京精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公告 趁大股东 以一元转让股悬 公司实际控制人 变更为北京海淀区国资委 香港苹果新闻 26日报道 最近这一年中至少有123间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建立了中共党组织 并通过修改公司章程 赋予公司党委凌驾于董事会的权利 其中有国企 也包括私企9月放水超8000亿元 年初至今放水 2.8万亿元 中共官媒经济参考报 9月26日报道 9月中旬以来 中共央行在公开市场的加量操作 引发关注12日期在暂停 21天之后重启逆回购 统计显示从9月12日至19日 其通过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 MF操作投放了近 8000亿元流动性其中17日的2650亿元 一年期MF操作规模相比之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据业内人士不完全统计今年初至今 中共央行运用存款准备金 MF等工具投放中 长期流动性约2.8万亿元 然而由于市场信心不足 央行创制的货币并未进入实体经济 而是在金融领域空转 有国内智库认为如果继续投放货币 并继续维持低利率资金 仍然无法进入实体经济的话 央行将会遭遇流动性陷阱的挑战 中共央行的挑战流动性陷阱 四维环球金融智库 9月25日发表研究报告 尽管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在持续走低 但是资金对于货币基金的青睐 却是愈演愈烈 近几个月货币基金迎来高速增长 截至7月底 中国境内发行的货币基金规模 已超过8.6万亿元 战整个公募基金规模 于6成单月增幅来看 整体公募基金7月环比增长 超1.1万亿元 而其中约9300亿元 来自于货币基金 最近两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 的演变投资者风险偏好非常低 他们对于风险资产 采取回避的态度 从追求高收益到追求安全 是居民投资心态的一大转变 这就是说 如果央行不停止货币宽松和低利率政策 资金就只能选择进入货币基金 不会在一级低的收益率 阿波罗网零易综合报道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